接著我們會介紹三大類的岩石 第一大類叫做沉積岩 沉積岩就是我們說地表 常常一層一層排列 剛好會提到這道特徵叫做沉底 剛好會講到 堆起來這個叫做所謂的這個沉積岩 還有沉積物布解 剛好也會講到這件事情 布解來到沉積岩 它是地球表面最常看到的岩石 但是整個地球算起來沉積岩最少 沉積岩最少為什麼會是在地球表面最常見 因為渣渣都在地球表面 你們搬上三個月不少地 地上鋪了一層灰 表面灰最多嘛 渣渣最多對不對 所以因為渣渣都在表面 所以渣渣變成的沉積岩就在表面 渣渣表面最常見 三個月它最少 最少 沉積目布解會變成所謂的沉積岩 就是所謂的沉岩作用 上面這個星數曾經出現在考試題目裡面 叫做壓密焦結載結晶 在那邊布解的作用 然後呢其實也不要太管它 因為都是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溫度壓力普通大 像渣渣變石頭叫做沉岩作用 溫度壓力更大一點 因為它裡面的礦物成分 岩池組織發生改變 叫做變質作用 如果更大一點讓它融化 叫做生融作用 所以名字叫做沉岩作用 變質作用、適溶作用 什麼東西都是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只是作用的看起來效果是不一樣的而已 然後這個壓力焦結載結晶 然後又有這個叫做特徵成理 成績人的特徵就是有成理 看照片的一層一層的樣子 他們講一層一層排隊嗎 一層一層的樣子叫做成理 就是成績人的特徵 學測考過議題 他說有個師匈 噹噹噹噹噹噹寫一層的話 然後就一直要看到這幾個字就不用看 一層一層的 你知道他什麼眼 成績人 答案就選成績人叫好 答案就選成績人 他寫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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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他叫做成績人 原因就是他的什麼 特徵 叫他特徵 OK 成績人特徵就是有成理 那為什麼會一層一層呢 你用自己的想法想就好 你不用講很正確的 你覺得為什麼會看起來一層 會有一層一層就表示這兩層一不一樣 不太一樣 那為什麼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會不太一樣 你隨便想一個你覺得可能就好 我們請 二 你 成績物不一樣什麼樣 壓力 請坐 我們很少會提到壓力這件事情 不過基本上就是不一樣 可能氣候有改變 我們會不會叫你流速快顆粒會比較大 流速慢顆粒會比較小 然後還有深海淺海不一樣 這個有人喜歡問 深海的海中間的顆粒比較小 海邊邊的 靠海邊的顆粒比較大 所以我的環境變了 所以我的顆粒也會不一樣 就是有某某事情發生變化 所以我就有一些改變 就是會一層一層的樣子 這個就不一定要寫這個答案了 這是我們的課本裡面所提供的答案 所以你不一定要 你不一定要這樣子寫 你不一定要這樣子寫 OK 不這樣寫 那麼這叫做成績炎 成績炎有基本上分做三大類 滴貝拉類的叫做碎屑炎 這個最多 渣渣變來 有一些渣渣變成的 剛剛講過壓抑、膠結、戴結晶 我構成的這個最多叫做碎屑炎 第二種叫做生物炎 生物一孩的堆積 國中只學一種生物炎 叫做石灰炎 所以國中考試 你看到生物的那個一定什麼炎 一定是石灰炎 因為我們國中只加石灰炎 沒有交別人 那我們剛剛這邊寫告訴你生物炎、石灰炎 石灰炎除了是生物炎 當然可能是化學沉澱炎 基本上基本上沒有加化學沉澱炎 就各自一句話就帶過去了 比如說碳酸代表化學沉澱 它叫做沉澱炎 透過一些沉澱作用所形成的叫做沉澱炎 什麼就要帶過去了 沒有特別的說它 所以呢 沉澱炎有三種 一種叫碎屑炎 一種叫做生物炎 一種叫做沉澱炎 叫沉澱炎 所以就了解一下 有這三個就可以了 好 就是以上就跟各位提一下 沉澱的特徵就是有成理 然後壓密膠結在結晶所構成的沉澱 作用所構成的 然後分作這幾種 就是我們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沉澱的狀況 OK